据日媒报道,日本苏人美议员立川明日香曾在2012年当选市议员时,因美貌轰动一时,但随后当选当地政府以立川不在当地常驻为由,认定当选无效,曾一时间在日本社会引发巨大反响。 受此影响,立川随后宣布辞去议员职务,销声匿迹。 近日,他打着前世议员的名号为杂志拍摄一系列裸照,除了全裸趴在餐桌上之外,更直接对着镜头大秀浑圆美囤,甚至在自己过去的参选海报前,尸身摆出撩人表情,吓坏了民众。 此次复出,出血针、博眼球受到日本民众的质疑,部分人认为他借此将进军娱乐圈。 还有一部分人称,还好没有让这种爱炒作的人当上议员。 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